從火車搬下一個個不鏽鋼菜盆 裝上小貨車準備送往需要的地區 火車上的廚房持續忙碌運轉 每天要供應上碗粉餐點 和最近地區域 俄羅斯在3月22號發動開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空襲 瞄準烏克蘭等能源設施 東部大城哈爾科夫和札波羅熱地區 大規模停電影響超過百萬人 電爐電鍋全都派不上用場 餓了好幾天 現在終於能好好吃頓飯 但光靠食物火車救急 當然不是長久之計 烏克蘭電力公司表示 計畫在未來兩星期內恢復供電 前提是俄羅斯不再發動攻擊 烏克蘭政府也呼籲西方國家 提供更多防空系統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